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大家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刚才有人看到我敷面吗 是不是 有没有感觉你在台上讲久了 因为有一点流汗 然后可能在台上压力比较大 它的油会出来 放了一个面膜锅 哇 很爽 很多人可能以为我来做戏 不过不是的 就是自从推出锅后 当我一拿到货的锅后 我是没有货的 是你们拿出去的锅后我才有 跟公司偷到一点货的锅后 我基本上一天用两次 真的真的 我白天用男的 晚上用女的 真的真的真的 是可以这样的 当然一天用两次就有点夸张 感觉那个脸 很水嫩水嫩 是不是 真的 真的很水嫩 很滑的 我平常以前我剃胡子 我一定要放那个 shaving cream 我们讲剃胡的那个 剃胡什么 高也好 什么也好 有些是折离的 我一定要的 要不然会敏感 会什么 那一天 可能赶时间我随便 试试看剃看看 有试剃看看不可以 我就会用 很滑的 好像放了很多 通常我们放了很多 它才会有这样滑的效果 不用放喔 它都是很滑的 而且是隔天 隔天 就是我昨晚大概是 比如说八九点用 到了隔天八九点 还是滑的 很滑的喔 后来我才发现到 我再去读多一次 我才知道 哇 这个面膜医用下去 它的持续 持续率可以高达 48到72小时 用一次 可以48到72小时 我才 哇 我才注意看到这个 这句话 不得了 可况我一天用两张 等我身材好的时候 然后又 跟你讲 哈哈 我还没有了 我们一定要有画面和设立目标 为什么 因为接近下来的这个 第六 就是六个步骤了 六个步骤的第一个就是目标 好了 在还没讲目标之前 我们先讲六个步骤 其实六个步骤 其实是来启动人的 我利用NDO 说有这样的一个六个步骤 当我说NDO有这样的六个步骤 那个新人就以为 全部的人都是要这样开始的 当他有这样的意愿要开始的时候 我讲说NDO这样讲 他有这样的六个步骤 你要开始 你就要根据这个六个步骤来做 他就以为全部的人都是这样 他就会跟 然后说你要这样做 你要这样做 那个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姿态 没有什么力量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六个步骤 我通常都会启动他 通常我以前 这六个步骤哪里来的 他来自于 之前的一个 也是一个成功学 不错的成功学 叫成功八步 那么成功八步 我跟他有几个 比较没有什么作用的 我就跟他拿掉 就变成六步 他不是我自己本身定懂想的 他是根据之前就已经有人 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启动人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以前在推荐一个新的下线 尤其是去到一个新的市场 你一定要陪同的 你一定要陪同的 所以我一定会跟他用这六步来启动他 那第一步 你一定要帮他设立目标 我不是叫他去做 叫他去做 先帮他设立目标 没有目标 你什么都做不到的 你相信我 我回想三年前 三年前 当时Ri Wei有一个健身风 每个人在健身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开始那时候 这次我没有 这是其实我想精进的 这边自己人 我透露一点给你们知道而已 然后过后我就不会再讲了 我想精进一个人去做到 之前我是需要人家陪葬 垫底 影响全部的人去 后来我发现到不是 不是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当时 我们的尤其是我们同事 我们从我们同事开始的 就是Ri Wei的同事 我说 那时候应该是一月份 我们有一个员工的聚会 通常都是晚宴之类的 然后那次晚宴是办在我的基隆坡的屋子 基隆坡家里 那么 那我基隆坡家里有游泳池 有点像那个游乐场这样 有点像游乐场 真的是像 接下来会更像 我又开始装修了 那么 是很欢迎你们来 非常欢迎 真的 为什么 因为那间屋子根本就是要做给组织的 根本就是要来 哇 给人家看着 哇 有这样的屋子 其实 因为我以前在冲的时候 没人邀请我去这样的屋子 来炸开我的格局 没有 所以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 希望说 每位人可以 有这样的机会 不过当然 你一定要靠近公司才有了 是不是 你一定要上来比较高一点 不然这样排下去的话 不能排到几时 好了 那么 当时是在那个屋子里面 有举办这样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 吃一顿 晚宴 然后有游泳吃 有游乐场 那天我就 那时候我们就 原本就想要开始的 就是顺便拿那个 那一天拿来做一个目标的 截止日期 就是说 当天我们要晒身材全部 那么 男的要怎样 女的要怎样 然后过后就开始有人做了 做了过后 我又看到那些人做了 又看到这些人做了 哇 时间越来越长了 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我每个人就紧张 每个人就开始做了 当时我三个月瘦17公斤 17公斤 乱来了 那时候 真的是乱来 我现在看回我 还知道是乱来的 乱来都可以 跟不用讲这一次 四个月 好了 当时为什么我做到 我回想了 为什么过后三年都没有这样的 一直想要 肚子越来越大 裤子越来越紧 不可以了 然后很想要 不过就是一直没有这样的 有借过词 就是说不吃 我还是忍受得住的真的 我说不吃就不吃 那么不过 没有效果 三个月四个月 没有什么大效果看到 而且很痛苦 那么又 又算了 就可能年龄到了 吸尘代谢比较缓慢下来 变成说 结实已经不是方法了 当时 而且结实不健康了 是不是 不健康了 所以隐私还是很重要的 要吃得对 那么 有尝试过 一直没有这样的动力 为什么 因为没有期限 因为我们不知道几时 我们没有一个目的 没有一个目的 你真的提不起劲去做东西 有一个目的 我们知道时间几时 越靠近的时候越紧张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所以这一次呢 我的目标放在五月底啊 那么这四个月 我有一个 有一个 项目 其实我是有 我想到一个东西 可以让我 有这样的力量的 那个是五月底 才可以跟你们讲的啦 五月底 你们讲说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使我有这样的力量 看到一个东西 看到一个画面 不过主要的是什么 有一个期限 期限是很重要的 几时 这是目标的其中一个 关键的一个特征 对不对啊 如果你的目标不懂几时 如果你的目标是有一天 如果你的目标是 以后我要成为很有钱的人 你是永远达不到的 你的目标必须有七千 几时 今天能够来到这边的人 都是被挑选出来的 对不对啊 有些甚至 丁米利都不是 有可能 比较少啦 不过有些真的是被挑选出来的 你被挑选出来 就是说你是讲师级的一些人物 对不对啊 你是V位讲师级人物 你是比较重要的人物 今天你才会出现在这里 被邀请来 那么 也就是说 这边的人 迟早在V位都会变成飞马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 那么好了 飞马是不是一个目标 难不难 你说难也是大把人做到 是不是啊 难也是很多人做到 证明说他的方法已经开始出来了 是不是啊 如果一两个人做到 那还很难 如果三百人做到 他是可行的 他这个范围很广啊 这群人 范围很广 什么人都有 男的女的中间的 中间有没有我就不懂 老的少的 不是啦 有年龄的 年轻的 那么 以前有钱的 以前没钱的 很高教育的 没有受过教育的 没有受过教育的 大老板也有 失业的也有 什么都有 在这个范围很广 我相信你们应该就在这个范围里面 同意吗 没有借口了 没有借口 所以 何不趁这个机会设立一个目标 就是飞马的目标 迟早要坐飞马 同意吗 OK 好了 现在关键来了 几时 对不对啊 当然一讲几时 看咯 看我sponsor到人妈咯 你看 怕了 一讲几时就会担心了 就会压力了 难道这个担心 这个压力 这个痛苦 不真是成功的路上需要经过的吗 你在怕什么 是不是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难道是很舒服 哈哈 很开心 叮咚中了 有没有这样的飞马 有没有 有介绍我一下 没有 都是 我几时要做到 咬着咬 不管用什么方法 对错方法都好 都是难的 因为他的数目很大 是不是啊 数目很大 他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不管用什么方法 所以 何不撑这个机会 设立一个这样的目标 飞马 然后 放下一个期限 我没有说几时啊 只是一个期限也几 就是 就是 9月 12月 6月 3月 那天我跟一个组织 就在吃饭 在吉隆坡 我的家 我请他们吃饭 然后 吃我喜欢吃的菜 当时还可以吃了 现在没办法吃饭了 我现在突然觉得饭是很多味道的 你懂吗 原来饭有很多味道 因为我现在吃的时候就太淡了 那么 那天在吃湖南菜 香菜 辣 重口味 以前我很喜欢 吃啊吃啊 叫的挺多 很好吃真的 大概十多个飞马 再吃 然后 当然有一些是想要冲 年底飞马舞 有些是想要 有些不同的目标 那么 我很老实地跟他们讲 就像刚才我想要邀请你们去我家 对不对啊 我很欢迎你们的 我很想要每个人去 不过全部的人去我家 沉下去 沉一米下去 我跟他们 我很老实地跟他们讲 我说 如果你还认为 2020年 有12个月 如果你还认为 2020年 年底 你要做某一些目标的话 我说 这一餐 有可能是跟你们这个组织吃的最后一餐 不是 不是 因为他们做不到我 不要干本子 不是 就可能排不到你们了 不用排走 就可能 排都排不到了 所以我说2020年 对我来讲 其实只有六个月 六个月 很短 所以你要把它当做只有六个月的话 你会做什么 一年突然间变成六个月 那么六月就应该是有 东西来嘛 是不是啊 六月肯定是有一些 一定要做一些东西出来 因为我们目标很大 而且很难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 又是这样十二个月 我们一定要想一些方法说 把这个速度弄快 是不是啊 因为以前我读过一句话 在孙子兵法里面 我时常跟人家分享 当时很久没有用了 叫做 九则 盾兵错锐 对不对 就是当 怕的是什么 怕你久了过后 你的兵 你的盾 会开始 没有力啊 是不是啊 一时间一脱长的时候 你越来越没力的 你懂吗 越来越难去 设立那个目标的 所以有时候 你看到一些 刚开始的 它就一鼓作气的 就上来了 是不是啊 有一些一脱黑 五年 八年 十年 如果已经掉进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么何不趁这个时候 趁这个时候 2020年如果只有六个月 我要做什么东西 我要设立怎样的目标 因为现在剩下五个月 一个月已经过了 刚刚才2020 一个月就这样过了 只剩下五个月 很急的现在 对不对啊 你看当一有一个期限 突然间很紧急了 突然间我们就 比较活跃了 是不是啊 突然间问题就开始多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 这样是正常的 如果这个时刻 你没有问题 你 come on relax 放轻松 老板 不要硬邦邦 这样每天 九折炖冰挫锐 它挫掉你的锐气 是不是啊 你一久的时候 它慢慢会挫掉你的战斗力 所以 反正要做一次过 跟它够力够力 是不是啊 对不对 好 所以目标是怎样 刚才我讲的就是 一定要有时间限制 而且要明确 飞马 明确 麒麟 明确 什么东西 你要明确 你不要做越多越好咯 赚越多钱越好咯 做不到的 你要很明确 你要有时间限制 而且它必须让你兴奋 是不是啊 它必须要足够大 它必须让你兴奋 OK 不过通常我跟一个新人讲 我坐下来一堆衣跟一个新人讲的时候 我帮他设立目标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 先从异性开始吧 是不是啊 我们来异性 当然你们是卖异性的人啊 我没有的 我先卖一套的 卖一套过后 我会跟他谈 你怎么样充异性 七天 通常我都是七天 我跟你一起来 我其他东西我推掉 我这七天我陪你 如果之前的距离 或者姿态做得对 他会 七天我跟你 我们七天里面 做到异性 为什么要做到异性 因为 三月份 有一个表扬大会 这个表扬大会怎样 哇 那个表扬大会 给他看表扬大会的视频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视频的 很多 给他看视频 你看 哇 你看 我们的国家有的 三月份 你上去拿一新 那感觉真的是 最好拿一个一新的奖杯 给他看 你看 哇 可以拿这个奖杯 我讲讲讲 哎呀 有很多方法了 就是要激发他 七天成为一新 他说可以吗 可以的 你按照我的方法做 你不要问太多 你听话照做 你跟我 可以的 他目标一有 说OK吗 steady吗 我跟你一起来 你要而已 没有办法 跟他讲一新可以赚多少钱 哇 steady 好 坐下来 跟他列名单 一场的目标 你想要try 那么要怎么做 拿一张白纸出来 推给他 我永远都是这个步骤的 一张白纸拿出来 我推给他 然后 比如说这样是一张白纸 那张白纸拿来我身上 我本来是要写在这边 不过这一次 哎呀 我就做side给你们看 我就写 我写什么 我写二十出来 一二三四 慢慢写 在他面前 慢慢写 写 写到二十 然后 bl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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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边看 他也不懂你在做什么 我写完后 我说好 推给他 我说你想象一下 现在 你的身边的朋友 亲戚也好 首先当然你要觉得 这个产品是很好 可以帮到人 这个东西都要补的 你要觉得这个产品很好 帮到人 我们只是去分享 给他们知道这个讯息 然后当然全力以赴 希望他们买 他们不买我们也没办法的 我们就是 我要你想二十个 一张户口里面有五千块新币的 通常我都会这样 五千块以上的 这样我哪里知道 你猜啦 这个人做多久 对不对 这个人做什么工 做多久 需要养谁 他需要养爸爸妈妈 还是孩子 如果没有单身 你就大概知道猜得到的 猜一下 没有勒 那天我遇到你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怎样 他就没钱呢 他就做什么的 就想方法拎 看他旁边有谁 你认识的 还是说 刚才我看到你听一个电话 那个人是谁 不然的话 有些比较容易影响的那些 我就会电话拿来给我 电话给我 我就拿他的contact 这个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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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讲 我说这个可以吗 写下来 他就写 这个呢 这个恶仪 我看到恶仪 你妈妈的妹妹啊 这个是做什么的 他就做什么 他老公做什么的 他就开始写 写了第二第三个的时候 他就自己开始写了 当他开始写 这是我的经验 当然你要一直prom他 你要一直 可以的 从哪里 你不要说他说不可以 不可以 就接受了 你要帮他想方法 帮他什么 帮他什么 因为新人家写明 但是会怕嘛 会怕 会怕的 他就写写写 写了二十个过后 我说 你有吗 你可以的 你可以吗 好 然后 就要开始这样 我要你们分析他的市场 分析他的市场 就问问题 第一个 陈阿狗 陈阿狗 陈阿狗做什么 陈阿狗 陈阿狗是做工程师 工程师 做什么工程师 他在一张工厂里面 担任一个主任 做多少年 有整十年 OK OK吗 这个 十年 工程师 我们猜得到工程师的收入 对不对 猜得到 十年 这个收入应该 OK 不错 主任 OK 我们猜得到了 OK OK吗 这个不错 你最后一次看到他几时 那我一定会问这些问题 因为我最后 你最后一次看到他几时 我只是可以大概知道他跟他多靠近 是不是 所以我都会问 你最后一次看到他几时 十八年前 那不会 他都知道他做十年了 他都会写下来 应该不会 一两年没看到 一两年了 他结婚了没有 好像结婚了 有孩子吗 你就要问 问了你就大概知道了 这个人的负担 这个人的收入 是不是 猜得到吗 你问问题 你就大概猜得到 因为接下来 我要跟他陪同一起去撞墙了 我不要死得很惨 对不对 我这次也不想死 所以我一定要问清楚 分析他的市场 一个一个问 一个一个问 问问题 主要还是那几个 做什么 家里人是什么 的情况 谁跟他一起住 他做了多久 你最后一次看到他自己时 就知道亲密度 如果最后一次 昨天我还跟他喝咖啡 基本上我每天跟他在一起 我都知道很靠近 对不对 写了二十个出来 写了二十个出来过后 然后怎样 有听NTO的吗 然后怎样 怎样 错 还在给你们一个机会 不是邀约不是计划 蛤 我就会拿那张纸回来 在这个名字旁边 再继续地写 一二三四五 他这一次他就会 我不要管他 一二三四五 写到二十的时候 bl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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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 他就 他以为要写多二十个吧 对啊 如果他嘴巴讲 还要写多二十个 你静静 要管他 我每次都这样的 我每一次都这样的 然后退回给他 把这二十个人 你排名 你猜 他跟你 他的性格 这种 你猜 从最有可能买 到最不可能买 他就会舒服很多 对不对啊 他就会 这个是容易很多了 如果他写多二十个 他就很怕 这个排名就还好 他就会比较积极写 以前往下线都是这样 写完了过后 你就会开始问了 因为他的排名 一定跟之前的 有点不一样 你就开始问了 这个排名第一的 为什么你 刚才后面才写 你一问这样的问题 他就会解释 你就会更了解了 哦 这个人啊 很支持朋友的 我听说他以前 怎样怎样怎样 会帮朋友 会怎样怎样 嗯 不错 第二个呢 就一个一个分析 整个过程 不会久的 不会久的 半个小时 四十五分钟最多 好了 拿回来过后 你要怎样 怎样 怎样 还没有 还没有 打电话就是邀约 OK 还有什么 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懂 你们有听的吗 蛤 那个是计划 还不是 很重要的 对了 我听到一个很对的答案 赞美 这个很重要的 不要忘记这个动作 不要忘记这个动作 其实老实说 你看完了 分析完了对不对 其实老实说 我看过这么多人的 market listing 我们叫做market listing 就是列名单 看过这么多人的名单 你的是最好的 你们叫什么 你知道什么 我之前有一个 相信 他写出来的全部 哇 什么阿狗阿猫 吸毒的 全部都有啊 现在你懂它是什么吗 现在它是什么 什么 我都会讲 我都会讲 现在它是叫宝马 什么什么什么 你这样的 如果你珍惜 我跟你讲 当然不是每个人会买 当然 这是肯定的 不过我跟你讲 如果你珍惜 会用的话 你照着我们的方法学 我跟你讲 你不得了 OK 我想问 他会怎样 有没有信心 是吗 这样好吗 真的是这样的 我看过很多 不是一张两张 我看过很多 你的是够力 我都羡慕都要死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应该怎样做 刚才我们讲 七天要做什么 一星 我们七天要做一星 所以这个过后 我们要计划 计划 计划很重要 你没有计划 他没有一个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你要做一个计划 帮他做计划 计划是怎样 也是哪一张白纸 另外一张白纸出来 所以你要有很多白纸 写这个 星期一到星期天 然后画线 我就是这样画的 exactly这样画 一模一样 就是这样画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日历了 对不对 今天几号 今天四号 今天星期几 星期二 星期二 所以就把四号写在星期二那边 写在一个角头 日历很容易画出来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 然后继续写 五号 六号 七号 八号 九号 十一 十三 四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 继续写写写写写写写到 通常一把我都会写一个月 通常 一个月就是四个星期咯 OK 然后 讲目标 目标是几时 十一号 One Star 是不是 七天 七天 今天我跟你谈不算 我们讲再多七天 是不是 再多七天后 你的目标是一星 OK 你的目标是一星 这个画给他看 刚才你讲的 我们承诺了 我们已经握手了 一星了 他说 OK 然后我要 我就把它 每天分成 这七天 每天分成 三到四段 有时子 你画大一点点 它就可以分成四段 四段就是证明什么 早上 中午 下午 和晚上 是不是啊 分成四段这样的时间 为什么我要这样分 我就把这张纸推给他 我就把 我就叫他 把没有空的地方 有试的时候 有试的时间 把它 割出来 我要知道他几时没有空 然后我把这个纸拿回来 我比如说 我说今天 比如说4号 你在听课吗 你没有空 我就把它弄掉 然后就说 原来是要这样割的 推回给他 我说 把明天早上的割掉 他把明天早上的割掉 为什么 明天去请七天假 我们要冲目标 对吧 跟老板讲你中病毒 他肯定不要你来 是不是啊 七天嘛 没有七天十四天都可以 是不是啊 你看我们趁着这样的情况 请假 早上你去 然后 搞不好你连去都不用去 打电话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七天可以吗 应该影响太多了 对不对啊 然后把你那些 没有空的地方取出来 比如说 哦 我星期四 晚上 已经讲好了 跟家人吃饭 这个重要 OK 割掉 然后比如说 OK 这些都是割掉的 然后我就很清楚知道 他几时有空啊 是不是啊 他清不清楚 他自己本身也 咦 原来我这些时候有空 人就是这样的 知道吗 你要看到说 原来这些地方 我是可以运用的 他就会比较充分利用他的时间 然后 就怎样 打电话 我就会把那些名单 名单出来 我知道他的几时有空 我几时没有空 我已经知道了 然后我也可以安排 根据他的时间我安排 我自己的东西 名单推给他 那第一个 我就会先示范给他 我会或者说 我会跟他讲什么不可以谈 邀约 邀约其实 他是实战经验来的 他跟去 我们成交差不多一样 是实战经验 你需要多打 每一次打过后 一放下电话 不管邀约到 邀约不到 你都要思考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要怎么样打 你这样思考一百次 两百次 三百次 我告诉你 那种功力是很 差别很大的 你打了过后 他不出来 或者说你做直销啊 或者说你要出来借钱啊 这种的 你一放电话 你埋怨 那鸟人 敲电话 没有用 你要想 为什么我会给他这样的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给他让我 不会觉得 是不是会防我呢 一直这样想想想想 不用一百个两百个 根本都不需要的 十到二十个 那种进步生素 甚至有时候一对一的 我会示范给他看 我要约我朋友 最好的方法是这样 我要约自己的album 我在做直销 我要约我自己的album 我要约朋友 我要约一次 两次三次 他大概懂了探法 我就说你看 然后我就分析给他听 你看 我没有讲 我再 要去卖他东西 我不可能说 叔叔 你有听过Bertia吗 你有听过Bertia 他是个保健品来的 很多人听说 他吃得很好 我跟你讲 一套 贵一点 3688 不过 真的很好 可以帮助你 我觉得你很需要 你要不要 在电话里面 是不是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 当然我会这样跟他讲 他说对了 肯定死 如果你自己听到都死 我会给他站在 那个人的角度想 给他不同的例子 产品尽量 你不要在电话里面讲 我们去到那边才 我们有开厂白 我们有尽量想方法切入 如果切不进去 我们也可以交个朋友 就走 也有可能的 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要给他知道说 我会放过你的亲戚的 其实 要给他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是不会放过的 OK 好了 绝对不会放过 然后呢 不过我在 他还心的时候 我就要 很像一个幼苗出来的时候 你要很照顾 哎呀呀呀呀呀 太多水了 哎呦 战战兢兢的 是不是啊 你要注意 要给他舒服 要给他 好 一直引导他 引导他 引导他进来 一直到他做到第一种的时候 他就没有信心了 对不对啊 那时他要冲的时候 你都阻止不了 所以 我就会示范几次给他看 不要说你代表什么公司 有一个销售团队 要去你家 不用 或者邀约出来 咖啡厅 方便他的地方 大概的目的是什么 邀约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邀约的 其实你只需要知道两个东西 什么时候他在什么地方 你只需要知道什么时候 他在什么地方 你所有的谈法 就是要为了这个 知道这两个东西 好 就是这段时间 你在 你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就够了 好 我就大概 我就会锁在那个地方 比如说 有些人觉得很难邀约 一邀约可以邀约四五天后 五六天后的 有没有 下个星期 下个月的 你要邀约他说 这样 我安排下个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月我很忙 哇靠 你忙整个月二十四小时 你相信吗 没有 你能接受吗 一个人忙 一整个月 这个月他整个月都忙 二十四小时 有没有可能 连吃饭都不用的 有没有 不可能 所以你看你在心里面 你一定要几样东西 是不能接受 就是如果我要推荐一个人 有几样东西 我是不能接受的 第一个就是他没时间 你当然嘴巴不要讲出来 不过你里面是不可以接受 就是说我很忙 你忙 今天亿万富豪都能够邀约出来 是不是啊 你难道几千亿身家 没有啊 这样你越满越惨 对不对 你现在应该是忙错东西了 是不是啊 应该是忙错东西了 所以你不可以接受的 第一个是忙 第二个是什么 没人 我推荐一个人 他说我没有人 你可以接受吗 你能接受吗 满街都是人 你说没人 满街都是人 你说没人 是你没有信心的 什么没人 是不是啊 所以当然你 你不用讲出来 你在心里面 你不能接受这两个东西 你像先讲的时候 没人啊 没时间啊 是不可能的 你要想尽方法 把他们的时间挖出来 让他们感兴趣 把时间拿出来 然后找人出来 通常一对一的 通常我都会先陪同 其实陪同两三次 这就很厉害啊 你陪同两三次 他就已经一定的经验了 邀约的时候 不一定要去他的家了 有时候我们打去 阿姨啊 你在家吗 在 OK 等一下我 我会经过那一个地方 我看怎样现在 我还不知道 等一下等一下 阿姨等一下啊 什么 阿姨啊 我 我不要紧 我等一下打给你 你会在家哦 这个时候 OK 你看我知道他这个时候在家 你看我还有很多 有没有看到 好像很忙这样 有没有感觉到 完全没有给他反应的 对不对 不过我知道那个时间 他在家 有没有 欸 你们有 有 真的不什么想笑 这种秘诀 没有没有没有 OK 其实这个你看 我没有准备了 我就是一个 马上的一个反应 你看我打多少次 我打很多很多次 我要知道这段时间 他在什么地方 这个就是关键 然后其他的毅力不重要 去到这家 而且我没有给他感觉 就是说 我有可能去 我再打给你 我到附近的时候 再打给你 就是他第一 他已经准备 有一个 有一个心理准备 知道我等一下 还会打给他 对不对 我再打给他 就不会很奇怪 所以我说以后 接下来 我们在外面 有时候会遇到新的朋友 会不会 会遇到新的朋友吗 然后你想要推荐他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啦 当然有些领导人是直接 一认识而已 直接当场就谈了 有些时候 不允许你这样做 情况 那种情况 不允许你直接谈 一认识新朋友 以后你要推荐他的话 你不要 拿了名片或者交换电话过后 就走 你一定要留多一条路 你一定要留多一条路的 就是说 你要给他知道说 接着下来 你要准备 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会打给你 好 我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认识一个新的朋友 聊天聊天 哇 什么都聊 聊完了过后 拿名片 我说 你是做工程师的 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的 没办 一段时间你会在新加坡吗 比如说是新加坡人 一段时间你会在新加坡吗 你会啊 我没有出国 我没有出国 你在新加坡的 他说 ok 我看起来的 我有在新加坡的时候 可能 我也不懂几时了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出来喝茶 他会怎样 因为我没有讲几时 他一定ok的 我没有讲几时 什么都ok的 有空出来喝茶 一定ok的 是吗 他第一个反应是 ok 他是 可以的 我看怎样 不懂今天明天 我可不可以 不要紧 明天看怎样 明天我打给你 ok啊 谁啊 我走 ok吗 明天他是不是已经 知道我要打给他了 我不用打给他的时候 哈啰 你是那个谁谁谁啊 我是那个谁 你还记得吗 那一天 你就很尴尬了 要切入 要邀约很尴尬 是不是啊 不过如果我这样做 第一 他没有压力了 你们要注意听 刚才我讲的那些东西 你听到是 是 财富来的哈 不是开玩笑的哈 这都是创墙来的结果哈 然后 我明天打给他 他就 欸 我可以了 我看怎样 你 你在 办公室附近吗 不要紧 你午餐 我没有给他翻译 他要回答说 等一下等一下 午餐的时候 你在公司附近吃啊 OK 你公司附近 我看等一下 我会不会经过 我经过找你吃饭 OK 他会 他有办法拒绝吗 有办法吗 OK咯 是这样的 当然第一个见面 你一定要留下好印象 你一定要留下好印象 你要谦虚 对不对 你要 你要幽默一点点 你要OK的人 这样 你觉得这个朋友不错 他就比较容易 你看起来要像 OK 不错的 不是总裁就是总经理 是吧 的那种样子 他会觉得他也想要 从你身上得到一些东西 或者说 从你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也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 要约大概是这样 你看我示范几次给那个新人 给那个新人听 他就会 然后他要打 会不会有我的功力的 会不会 不会的 就会 是不是啊 比如说第一个 放下电话了 要约不到 要约不到 可以赞美的 喂 OK 当然不要管要约到 要约不到 我们先不要讲这个 我刚才扭听哦 不错 你这样下去不得了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 OK 来 来 打第二个 我没有听的 打第二个 打完第二个 打第三个 打第三个 要约到的 把他放进 那个 日历里面的 我不可以backback的 要从头 日历里面的那些 空位里面 他越放 越多 他就会 越忙了 是不是啊 他就开始忙了 他一放一个 那个早上不可以了 一放一个 下午不可以了 变成他要开始邀约的时候 他是真忙了 当他是真忙的时候 他的姿态就来了 不是我不要见你 不是你不要见我 是我没有办法见你 我现在也很忙 我们尽量了 尽量了 我们看了 什么抽时间出来 我也是很忙的 我真的 我这一个星期都是排满的 不过真的很久没看到你 我们 礼拜 看怎样了 可以的啦 礼拜晚上了 礼拜晚上 你等我电话 一忙而已 他是很自然的 越来越有姿态 把这十多二十人 有些不要的 有些什么的 放在里面 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啊 然后就 怎样 就去啊 陪同 我一定陪同跟他一起去的 第一 自己的经验会增加 是吧 不要闪 不要闪 一起去创墙 没关系的 会不会死创墙 被拒绝会不会死 有没有好处 有嘛 那么买的话 会有没有好处 也有好处嘛 很开心的嘛 对啊 那个人买 真的是很爽的 不过 尽量跟自己讲 不要骄傲 我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刚才如果我 我这样会不会可以 更好更快 一定要一直思考的 好了 邀约过后就是 分享嘛 对不对啊 好 分享 VSC 还是分享OBB 所以以前是要分享OBB 现在要把他分享 因为分享很多东西 好 然后当然要看人 有些人呢 你看到他可以谈OBB的 然后可以谈OBB过后 他这个人是可以 你觉得这个人是有能力的 是可以来做的 你就要跟进了 你一定要跟进了 其实每一个顾客都要跟进的 每一个顾客都要跟进 而且跟进是最重要的 嗯 跟进是最重要的 其实 很多人其实还没有做这个动作 他卖了过后拍拍屁股 啪啪走 从此以后 断绝关系 这种叫过河这一条 我觉得 不可以这样 一定要说 要跟进 因为他有可能会做嘛 是不是啊 就算他不买 需不需要跟进 需要吗 要跟进 而且要很密切的跟进 因为我实际上讲 在短时间里面 你有办法见到三五次 在短时间 就是他不要买这一次 在短时间里面 你有办法见到三五次 他一定买 最难就是你见不到 你第一次就已经把东西搞砸 你已经来不及 没有机会再去见他了 如果还有机会见他的话 第二次什么都不谈 甚至可以去道歉 那天我真的不知道你反应会这样打的 我只是想要给你了解 你不要这么介意嘛 是吧 还会怎样 还会怎样 算了 那气已经小一半 是不是啊 第三次再去 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 打包一包水果汤去 切水果 切水果 吃 第四次再上去 第五次再上去 你没有谈到 他会好奇 对不对啊 你到底做得怎样 那个 可以的嘛 我这样听不可以 你可以吗 哇 这个东西够力了 再来 等等等等 那时候他的心已经多多少少开了 你看 跟进很重要 很重要的 在短时间内我说 不是一年跟进一次 没有 没有效果 还是一样 你要短时间内 所以我们说 我上次说 你不要乱跑 不要跑不同地方 你很难把东西扎根下去啊 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在一个地方 你认识一个人开始 有很多工作要做 你要记得 这个就是六个步骤 要怎么启动一个人 不要乱跑 在一个地方 你启动这个人了过后 他一有 一五人 你一帮他谈几个人 你又认识多几个人 你又可以下去 再下去了 了解吗 从他那边 你就可以一直延伸 越来越多人 从一个人可以延伸很多人 不是那个人而已 你明白吗 所以六个步骤 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个东西 很快速的 而且你很了解他们的市场 这些都是 在哪里都好用的基本工 最好你们都会的 ok啊 ok 七件事情 听好了来 六和七是一个讲师 六和七是一个讲师谈 ok 是第四个讲师 对 第四个讲师 好 七件事情 第一个是看视频 在还没继续讲看视频之前 我先讲七件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七件事情的重要性 你们听好来 那七件事情 它在MTO里面 它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 很主要的目的 有时候你有几个地方 你的组织 你会发现到 当你一离开那个地方 那边的人不动了 是不是啊 有没有 好 你去到哪里他们开始动 你一离开他们不动 就因为这七件事情 就因为你没有去到那边 教育他们 说服他们七件事情的重要性 有人单单 有人单单 第一个点看视频 他坐到飞马 是不是啊 看视频 他看 会不会被激发的 会的 会被激发的 会被影响的 然后自然而然的 哇 里面有很多 很多东西会中他的 他会中他的 哇 对对对 我要坐 我要坐 他就会去坐了 你了解吗 当然一个还不够 你要给他 你要培养 他一个看书的习惯 你们有没有看书的习惯 你看 现在真的是5G的年代 看书都在手机 是不是啊 都在平板 都在手机 我们一定要有看书的习惯 上一次MDO 我没有介绍什么书给你们看 这一次我介绍几本书给你们看 就是我之前回想的 职教一定要读的书来的 你做这个行业 你一定要读的 如果你没有读过 你一定要去读 就这几本 第一本 管道的故事 第二本 Who moved my cheese 第三本 傅爸爸商学院 复制猫 秘密 思考支付 这也很重要的 不用拍啦 这些赛都给你们 你们讲诗 我只是讲六本 他有很多本 这六本 这六本 让我有很大的感触 我个人啊 我个人 当然你们 你们做讲师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介绍多一点 不一定要跟这个 让我有很深的感触 不要小看这些书 小本还不用紧 还薄 很薄而已 而且有些好像童话故事这样 不过里面有很大很深的道理 而且非常好用哦 平常我们在用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 运用里面的智慧来跟人家谈 真的是智慧来的 尤其是 其实都好 好像who moved my cheese 我老鼠讲老鼠 懂吗 讲两只老鼠的故事 你知道吗 两只老鼠可以有什么故事 我告诉你 有时候我看到我会流眼泪 我心情会很沉重很沉重很沉重 好不好 很好的 真的很好的 当你心情很不舒服 你很沉重的时候 那是很好的 这本书让我讲 真的让我很辛苦 我必须要做一些大决定 必须要做一些改变 这本书也讲改变 那么 这样两只老鼠 前面有一群人在讲话 这本书 一群人在聊天 那一边你可以不用看 直接看老鼠那边 然后看看 每一米 你翻翻翻翻 突然间它会出现一个cheese 它有一个图片的 一个cheese 然后上面有一段话 然后再嘟嘟嘟嘟嘟嘟 又出现一个cheese 上面有一段话 每一个cheese上面的话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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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段话 如果你没有感觉 你有问题 我是直接 中到说不了的 很有危机意识的 非常好的书 其实都是好书 尤其是 尤其是 在里面讲到一些直销的观念 那边讲到复制的重要性 这边讲到 就是 它是非在直收入的重要性 懂非在直收入 我上一场友谈 所以就是这些书 OK 看书 多看书 有时在飞机上不要直接看戏 对吗 看一些书 头等舱的人都在看书 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他看了书去做头等舱 还是因为他在头等舱看书 不过不管怎样 他在看书啊 他在头等舱啊 看书 所以放在手机里面 很容易下载 现在你带这些书名 PDF 它就出来了 免费的 很多 不过不要中病毒的 要看清楚 好了 参加会议 重要吗 刚才我讲的 每一个会议 尤其是公司的会议 国际水准 世界级 是不是啊 你找不到了 你在外面任何一个表昂大会 怎么样的奖 包括金马奖 已经不够我们来了 是不是啊 这12年来我们的进步 已经没有人 没有几个人 几个企业或者几个社团 还是什么 包括政府都没有办法了 D 联络上线 就是这个行业 不是上线联络你 是你联络上线 因为那是你的生意 是不是啊 你要时常联络上线 上线有没有跟你在一起配合 无所谓 你要跟上线的关系好 因为他怎样 他都是一个会帮你的人 同意吗 他怎样都是一个会帮你的人 有可能你未必要他帮 我今天不管你达到哪个层次 你很高的层次也好 有可能你已经不需要他帮了 不过你还是要联络上线 联络上线有可能你在带 有些东西有时你克服不了的 你需要多一个人借力 来点两下 这个时候就很好用了 对不对啊 这些都是资源来的 这些都是资源 你要充分利用所有的资源 不要浪费掉 对吗 所以可能不能联络上线 能够吗 一定要联络上线 这很重要 第五 吃用产品 你一定要吃产品 你一定要用产品 你一定要吃用产品 而且吃到有感觉 而且用得很夸张 在你人的面前吃 在你的组织的面前吃 在你的组织的面前用 而且要用到有感觉 自己本身就是自己 你是一个见证是最好的 对不对啊 用到你自己本身变见证 我是建议人家用面膜用半边 用到好像中风这样 你的成绩一定很好 当你做成功了 你才用另外一边 成功的目的要成功 一定要吃用产品 然后呢 每天要想方法分享产品 你一定要跟人家分享产品 我们今天有很多领导的会成功 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跟人家分享产品 每天 看到谁都讲 看到谁都讲 很成功 然后要展示计划 原本我是要跟你们谈制度的 我相信这边的人应该都会 有时会谈制度的 有时MDO会谈一些制度 因为有时候 他心进来 上线讲得不清楚 当上线讲得不清楚的时候 当一些东西不是他预期中的 就会有问题产生 是不是啊 趁MDO的情况 这是一个培训 就是在做的人的情况 那些要准备启动要做的人的 我顺便把制度讲清楚 OK吗 展示计划 就是说 每日要去做这七件事情 你懂为什么吗 你看左边四个 左边四个都是给你能量的 是不是啊 他给你动力的 左边四个都是给你动力的 如果没有办法参加会议 在哪个地方没有会议 你能不能够主办会议 可以吗 也可以主办会议的 就算时常主办会议 找会也好 group里的人想一些话 想一些课题放上去 卖你自己 放poster上去 放一个主题上去讲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自己本身讲比坐在那边还要兴奋 是不是啊 你讲 比坐在那边听 的效果更好 一定要跟会议有关系 一个组织没有会议 肯定做不起来的 所以 这四个是给你动力的 如果你可以想想你每天做吗 你每天做 你每天做 这个需要 这个不需要上线在吗 不需要你在吗 对吧 如果你上线每天做这些东西 它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的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地方 我离开了他不会动 肯定是七件事没有做 我NDO我一定会强调这七件事情 当然也是有一两个 会有人不做 会有人做 不过你再去强调 一直谈法越来越好 谈法越来越好 来说服他们这七件事情 我们都讲了这是基本功 对不对 很多时候 简单的东西重复做是很难的 不过你要成功 你一定要做到 这些都是谈法 我在上次的2014年有讲的 讲一些谈法 让他们知道 我们要能够简单的东西重复做 这个行业不是说 你做一次轰轰烈烈的事情 不是 是你能够重复简单的东西 那才是最难的 重复单调无谓的东西 那才是最难的 能够做这些东西的一定成功的 他们听了 一定要 他们一看而已 是不是会被 会有动力 这里面是有玄机的 很重要的 OK 六七 是一个讲师谈 OK 然后最后一个讲师谈 八九十 好 所以第一个讲师谈 什么 为何做了一位 第二个讲师谈 两个观念 第三个讲师谈 三四五 第四个六七 够了够了 我谈超过一个小时 肯定超过 然后 最后一个谈 八九十 我最短的速度 谈完 然后就可以吃晚餐 有准备晚餐 好了 第八点 如何两年做飞马 没有改 还是两年 有些人讲说 老板 哪里需要两年 是 是 我知道 我很清楚 不过 这是 一般 给 一个新人看 或者说 知道说 OK 我的 这段时间 我是要 我的目标 是飞马的 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 有两年的心理准备 好 不过其实很多时候 是 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十多条线 是需要两年 甚至更多 首先 一样的 十五到二十个人 通常我都是二十个人 他写出来 有时三十个人 自己没人了 抓老婆出来 写 三十个人 我老婆很多次给我逼 有没有人啊 那个谁呢 写 被我逼 写名单 我写很多次 这个名单 通常十五到二十 我就会写更多 不过十五到二十个人 OK 邀约出来过后 自己对自己 自己跟自己走六步 意思是 然后FORM 邀约出来过后 刚才我提示有提到了 他家里的事情 对不对啊 父母有没有跟你一起住 做什么工的 这些都是有关的 其实F就是family 讲到家庭的东西 O就是occupation R就是recreation M就是 跟金钱有关系的东西 这个是我的习惯 通常我一坐下来 我看到一个新人 我不会直接 V-Way 我不会的 我一定会问他的东西的 我一定马上 第一个我就会问他的东西的 做哪一行呢 你做多久 这也是生意 那天我在Vitter的家 遇到他一个朋友 我还以为是他的邻居 后来是很多年的朋友 一坐下来 我就了解他的行业 我了解一下 我就跟他不错了 挺熟了 我也知道他家里大概是怎样 我知道他的工作大概是怎样 对这个人比较熟了 然后当我一直问问题 问问题的时候 他一直在讲 讲的时候 就我对他的行业很有兴趣 我说这样的话情况怎样 他就会跟我讲 讲了过后 我对这个人大概就知道了 大概就知道他需要什么 他的需求是什么 我大概就知道了 啵啵两下 我讲说 我这样听你这样讲 我好像有信心了 知道吗Vitter 后来有没有做我不知道 就要看他跟进很公平 不过我的第一个反应 我不会直接就讲 我一定会先了解这个人 问他问题 当然不是直接 一直问到他很big check 不是 要找到 问到他很烦 然后呢 不是的 我们要有技巧的 首先你要先对这个人有兴趣 他讲出来的东西 你有兴趣听 他就很喜欢讲 他就对你有好感 对不对 不要再讲的时候 你 没有人喜欢你 所以你要很有兴趣 是吗 然后他有问 从那边你还可以延伸问题出来 他知道你有听 他又继续讲 很爽 当他爽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切入了 当他一开 他跟你OK的时候 他一喜欢你 你就马上可以切入 你要分享的东西 你分享OBB 分享事业 分享什么都好 当他看到那个时候的需求是什么 直接就进了 然后通常我们分享的过后 有几个情况 三分之一是不要 三分之一是观望 三分之一是要 不要要求全部人都要 这不可能的事情 包括我 就算是我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 这是自然规律 不要你也无所谓 要也不用太开心 不过好了 这样的情况 要的呢 15到20个人 三分之一要大概多少人 六七个人 是不是啊 大概是这样 六到七个人 你就排咯 这是你啊 你就排给自己咯 是吧 好 那你排好了 大概六到七个人左右 好 我要问你们每个人 用一年的时间 把这六个人变成do star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吗 不过如果我用一年的时间 让这六个人 一年后 能够连续的维持在do star以上 会不会难 会难吗 一年 前面的人讲不会啦 后面的人 不容易啊 是吧 需要时间 是不是啊 他需要时间 可能一年后 有些人比较快 变pavo 变什么 变三星 变凤凰 有些人还在 很struggle maintain在do star maintain在哪里 maintain在哪里 很struggle 一年是足够的 其实 它是足够的 如果你有借到 所有的工具啊 人啊 会议的力量啊 这些是可以的 因为每次都有一些 力量来嘛 对不对啊 尤其是会议 每一次都有激发 激发 所以这些东西 你的B角是做得好 你一定有到位 他们的会议啊 这些东西 你都做到位 让他们出席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一年是做得到 因为我们一年下来 有这么多的 可以借力的东西 好 所以一年 让这些人 变成do star以上 而且能够持续的 他是做得到的 好 然后飞马将来 六个不够嘛 是吧 所以这个动作要做多一次 好 如果做到了一年后 你要重复多一次 十五到二十个人 FORM 分享 三分之一不要 三分之一观望 三分之一要 这一次应该会比较多人了 为什么 第一经验问题 经验进步了 第二 之前观望的人来了 是不是啊 他看到你握一美派 那时候已经大概凤凰麒麟了 是不是啊 你是凤凰麒麟了吗 对吧 六七个 毒杀是不是凤凰麒麟了 那些觉得 看到一些钱了 他们也会来了 那么再做多一次 为什么不是一次过开十三十四个 你顾不来啊 是不是啊 你顾不来 因为一个人一天也最多一个星期 一个人一个星期也只不过七天啊 对不对 一个人一天只不过一个星期 够力啊我 没有糖啊真的 而且时间到了 一个人一个星期也只不过七天 你一天也只可以帮一个人 对不对啊 对吧 而且不可以乱跑 如果乱跑的话 每天都要飞啊很痛苦 是不是啊 所以尽量在同一个地方 或者分两个地方最多 而且不会太远 要不然这样 如果要开车更危险 是不是啊 我曾经走过这条路 我知道 基本上每两天开七百公里 没有没有 对 每两天开七百多公里 来回来回来回这样来 所以 不要太远 那么尽量找比较靠近的 然后卖来卖去 可以的 所以一天 比如说 当然这个做完了过后 做两次了过后 第一次比如说做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叫如何做深度第九点 就是这样还没有完 关键才来 现在就是如何做深度 这个十个点里面 我个人觉得是最重要的 不过很少人讲 也很少人明白 尽量 尽量这一次解释清楚 什么是如何做深度 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是一个星期三 今天是一个星期三 我要带这个A3 A3 A3小姐或者A3先生 因为星期三我留给她 星期一我留给A1 星期二我留给A2 星期三我留给A3 之前我已经跟这个A3讲 我会来 那么我来的时候 你要准备什么什么什么 你要开什么会议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会 我一定会 我出现的时候 你要讲第二 你要讲什么什么 我会讲清楚 因为我时间是有限的 你不要来我去A4了 所以就比较姿态的那种 那么A3就会 通常我都会去到那边 巴谈 谈会议也好 谈一对一也好 大概分享两三次 一天也只能够这样 对不对 大概那个数字 谈了两三次过后 你眼睛要打开看 你眼睛要打开看 看有什么人选 不只是说OK好 我到底谈了 然后全部又推给她 然后就走 拍拍屁股就走 不是这样的 你眼睛要打开看 看有没有比较OK的 有能力的 你一定要往她的深度去 你不可以只是说OK 什么 你的组织你 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打开眼睛看 观察 看哪个态度比较好的 然后把这个距离 拉靠近一点点 拉靠近一点 甚至 可以说OK 如果A3没有空 我甚至可以说不要紧 你没有空你去忙你的 我帮你带这个 比如说是这样的 分享了二到三次 出现一个B A3这一天没有空 不要紧 我帮你去带这个 把B的距离拉靠近一点点 第一 它多一条氧气线 我嘛 懂什么是氧气线吗 氧气线 Oxygen line 有些人只有一条氧气线 它的上线 过后上线做了一些鸟事 只要断掉它就死掉了 有一些前面的那些 百多条氧气线 死掉五十条 还有五十条 不会死的 是吧 我们帮人家制造氧气线 不要给它这么容易死 对吧 氧气线就是人 要懂的 我们总经理是氧气线 是不是啊 A2是氧气线吗 对吧 我是氧气线 你要懂得去 去搬那个氧气线给它 然后你就更轻松了 没有这么容易死的 对不对 你鸟它它也不会跑 因为它有很多鸟气线 当然不要让它鸟人 好了 好了 B你下去带 一样的 一样的 分享两到三次 打开眼睛看 观察 看有没有 态度比较好的 能力比较OK的 比较说 比较友善的 比较能够被影响的 可能这次出现一个 C1和C2 通常一般都是这样的嘛 对不对 出现一两个 不错的 在一群人里面 有一些就是那种 傻傻的 有一些就是比较 你就去注意看 然后出现一个C1和C2 然后你就相同的 往下去看 跟C1 A3和B要陪同 OK 一起 带C1去 两到三次 没有什么 不用紧 去带C2 两到三次 这一次看到一个 样子像林文宏 出现一个D 不是现在这样的林文宏 二十年前的 你看不出的 不然这样看 这个 不错 谈谈一下 被激发 讲出来的东西 不错的 一定有的 你往深度找 你观察的话 一定有的 这种就是关键 你的组织是关键来的 你的组织关键 很多人就直接退给A3了 我帮你谈了 我好不容易来 我帮你谈了 你自己的组织 你要独立 你要独立 就很多好的人 他们没有这样的力量带 结果不见掉 你相信吗 而且你的组织也浅浅 而且你要重新开始 你要跳下去看 看到一个D 哇 这个不错的 你就要重点的 去教 去栽培 去什么 去激发 借力 你要把力量放在 你要出力在 有生产力的地方 你要想想 有时候A3这种 还是兼职的 B还是 有时候会 情绪低落的 D是一直很配合的 那个D就是 那个是一条线 一条线 只要是任何一个人都OK的 是吗 这些人 离开 还是什么 无所谓的 只要这条线还在就可以了 同意吗 是这样的 所以你一定要往深度去找 有些人很幸运 第一个A就可以配合了 很好 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 都是在深度里面找得到 尤其你再大的组织都是一样 到今天 reway 这样的组织 我们还是要做这个动作的 你明白吗 要往下看 要注意看 眼睛要打开的 找到一个D 这个D可以的 他就开始主办他自己的会议了 OK了 他主办自己的会议 很像以前Andy说 刚开始做的时候 在煮饭的时候拿那只东西 他在煮饭 他拿那只东西练习 准备开会议 他说很好 对不对 我们就开始注意观察 我们知道的 我们就开始观察了 不可以给他这样 噗 死掉 不可以的 随时要去 救生圈要过去了 他还有一些人可以带 我们就看这 看这 让他经过多一点 让他经过多一点 通常都是这样 然后有时候 哇 赶快下去 处理他的问题 解决他的问题 不要给他阵亡 慢慢慢慢大佬 开始开会议 开始连NDO都会讲 水 通常对的人 很快就会有 对的人 E又出现了 然后对的人很快又有 对的人 F 我们说是这个条线里面的 出现的领导人 一些 有这样的数字成为领导人 OK 然后往下 去抓这些人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D E F 在那边 做得非常活跃 然后里面还产生一些良性的竞争 我问你C2 B A A3 会不会紧张 很紧张 我跟你讲 第一开始动的时候 开始后会议的时候 C2 B A3 全部晚上睡不着了 哎呀 喝水了 什么时候 晚上睡不着的 很兴奋的 他们会不会有动力去开另外一边 会不动也没所谓 是不是啊 动不动也无所谓了 那个时候 是吧 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跟你全部的关系都很好的 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我不要说你看到你看到你不动 你现在被人动了 你该死 不要这样做 保持良好的关系 一直在鼓励他 有些人就是时间比较久 有些人就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 到最后是谁 你真的不知道的 每一个人你都要 每个人的机遇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不要放弃任何人 好了 那么 每一条如果都是这样 A1 有这样的三个 A2有这样的三个 A3 A4都是比较 都是会有一些人在搞组织的 然后之间有时大会议的时候 里面会有认识 里面会有一些竞争 制造一些竞争 有时他们认识的过后 里面认识的过后 你把你出力在 比如说A1里面的 A3里面的D 一出力在D身上 这个D突然间 上来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整串人上来 是不是 这种东西你就要思考了 我要出力在什么地方 你看 力是肯定要出的 只是出在什么地方 有时出在这个地方 它只有百分之一百的力 的结果 出在这个地方 它可能有百分之一万的结果 有没有可能 我们要思考 我们要画主事单图出来 然后每天要思考 要想 从深度在那边看 我要出力在什么地方 它可能 它不一定是前线 前面的了 所以不要有任何依赖心 可以做 可以带 就赶快去带 赶快去做 一直到你根本 都没办法分身为止 你才可以慢慢的 安排给人 如果还可以谈的去谈 还可以带的去带 是不是 还早了 现在 太早了 任何一个人组织 对我来讲 还是太早 立位组织都太早 太早了 你知道五年前的立位组织 是怎样的吗 如果跟今天比 你会觉得很可笑 是不是 你会觉得很好笑的 那时候 我们以为很大了 以为已经终结了 那么你想象一下 五年后的组织 我们看回今天 会觉得可笑 同意吗 同意吗 因为你有没有感觉 立位想要停的感觉 没有 你们想要停吗 没有 这样肯定会越来越好 是不是 这样五年后我们看回今天 这个是好笑的东西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已经很大了 不要以为是这样 五年后可能会有一个 天翻地覆的改变 不要说五年了 今年就改变 今年就改变 所以最后 六点半 建设梦 建设理想 通常都会跟人家 我通常在这个地方 会跟人家分享我的梦想 commit commit 接下来我的目标 commit 接下来公司的目标 然后让每个人去思考 我听了这么多 不妨这个时刻想一想 思考一下 你有生之年 你到底要什么东西 不要白来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 这边有一所改变 然后才走出这道大门 这些都是一些谈法 这些都是一些方法可以讲的 就是讲理想 讲梦想 讲梦想版 给人家知道说 我告诉你们 接下来 我要出的车 三个月后就是这辆 我每个 你自己本身没有路走 是不是 死死要出这辆车 没钱都要想办法去赚 无路可走 趁这样的一个机会 commit 因为当你commit的时候 你会激发人 你知道吗 好像我今天我讲说 我要 怎样怎样 我要吃怎样 我要健身怎样 会不会激发你 当我一commit的时候 它会激发人 是不是啊 你要知道相同的东西的 相同的东西 都可以趁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跟他们分享 其他的 参考2014年